元宵节吃元宵汤圆这是必须的 我发现很多心灵手巧的人已经不满足买现成的了 动手自个儿做那都不是事 更厉害的是做的还都很有创意 自个儿动手做汤圆个个有创意 好像也更多了一些欢乐的气氛 大连的这个社区为居民们准备好了食材和馅料 还专门请来了专业面点式现场演示和面 搓汤圆放馅捏造型 居民们围在一块一边学一边做 还真的是特别的欢乐 今年元宵节有些不同赶上了冬奥会 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喜庆和活力 在活动现场 大连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素传承人刘基成老师 还带领着孩子们一起亲手捏出面素冰敦敦 备受孩子们的喜爱 我知道冰敦敦在网上一根难求 在网上进入冰敦敦非常难买 所以今天我基础做了一个冰敦敦 然后希望这样会延满成 伪装的健人加油 据了解清新社区所在的湾里街道 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每逢佳节 街道社区都会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其中位于街道辖区内的文化道院 成为了居民们感受民俗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民间一中价协会也签订了欧中原的协议 然后我们这个大院也被他们挂名给大连市民间大院 应该是这个大连市唯一一个有民俗传统的民间大院 得让咱们这个老百姓能感受到民间文化 带给他们来的这个艺术冲击 之后呢让他们能够和我们这个民间艺人呢 走在一起 连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伸手参与制作体位 让飞机的话在咱们卖领这个地区上的发言过 真是看着就觉得老欢乐了 这个正月十五过得丰富多彩与众不同 元宵节不光吃元宵汤